那么这个时候呢 Huber Latham 修布特莱斯姆这个人怎么样呢 Took off from the French coast 有人这么翻译 修布特莱斯姆在大清早 在法国海岸脱衣服 那非逮起来不行 这流氓罪了 这个take off不是脱衣服 因为脱衣服take off 后面必须加宾语嘛 这个take off在这不加宾语 是飞机起飞的意思 这个注意啊 别翻译错了 翻译错闹笑话了 take off起飞不能加宾语 着陆呢 land也是不及物的 就是起飞和着陆 这是飞机了 咱们看例子 Flight No.714 took off at 8.30am 714号班机 在早上8点半起飞 也可以说 Flight No.714 landed at 8.30am 8点半着陆了 多行 这是起飞 可不是脱衣服 因为表示脱衣服 或者什么摘帽子脱鞋呢 这个take off something 后面的加宾语 同样的穿上衣服 戴上帽子等等 就put on 我们同样的加宾语 这是必须加宾语 比如说he took off his coat 他脱下了外套 he put on his coat 他穿上了这个外套 这是跟这个起飞和着陆啊 这个错过辩析 这个take off 但是起飞 飞机起飞了 那么这个take off搭配 这些意思特别多 他的抽象的含义 其实是表示 使前者脱离了后者 这个时候 前面的加一个并语 off home加一个并语 又是take off两个词 但第一个并语 第二个是使前者脱离后者 这个时候呢 有一些灵活的翻译方法 咱们看看大概该怎么翻译 咱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看204页 在第四行中间到第五行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take your mind off the journey It 是形式中语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To do 是真正中语 To take your mind off the journey 使你的心灵 这个心思脱离这个旅程 什么叫使你的想法脱离旅程呢 就是转移注意力 不再想这个不愉快的旅行 把心思从这离开 把它脱离开 就是因为你坐在这个车上 很难受 这时候不去想 这个不愉快的旅行 是不可能的 每一秒钟 坐得都很难受 这个意思 就转移注意力 不再想这个事情 对吧 有这个意思 咱们再看一下例子 She was so pretty I couldn't take my eyes off her 我说这个女孩好漂亮啊 我简直怎么样 我不能把自己的眼睛 从她身上离开 我这眼珠子在她身上 把人吓死了 就是我呢 想不看她都不可能 眼光一直盯着她看 觉得不好意思 不看 别看别看 但又回去又看了 我不看不看 又回去了 不看不行了 这女孩太漂亮了 我目不转睛的 不错眼光的看着她 你再看这句话 怎么翻译 这是一个对话 第一个人说 Have you seen James without his beard 你看到詹姆斯了吗 胡子剃了 没胡子了 以前留个大胡子 现在现在剃胡子了 第二个人说 I know it takes years off him 这是什么意思啊 I know 我知道啊 it takes years off him 什么叫把好几年 从她身上拿走了呢 直接翻译成 我知道啊 年轻好几岁 是把几年从身上拿走了吧 原来小伙子留胡子 小人老脸 看着老气 剃了胡子之后 精神了 年轻好几岁 把几年从身上拿开了 这个意思 顺便我们可以再记住 如果用take time off 那么这个off 后面不能加东西了 这是表示请假的意思 我们大声读一下这东西 take time off take time off 这是请假的意思 这也是重要支持点了 咱们看看 在走遍美国里的一个片段 Do you still live there? Oh yes Yes my husband's there now He couldn't take time off to come to New York with me 你看他这么说 这个是一个对话 咱们把这个对话 大概看一看啊 他说 Do you still live there? 这是爷爷坐在火车上 跟旁边一个老奶奶在对话 说您从那儿到纽约来 您那个什么 您现在还住在那儿吗 第二个老太太说了 Oh yes yes My husband said that it's there now He couldn't take time off to come to New York with me 他说是啊是啊 我还住在那儿 我老公呢 现在也住在那儿 本来爷爷看见老太太 挺有气质 有点动心思 一看呦 人名花有主了 老公还没死呢 他说为什么没一块来呢 He couldn't take time off to come to New York with me 他请不下架来 不能陪我一块来纽约 take time off 叫请假的意思 这就好理解了 把这个片段再听一遍 咱们看第二遍 能不能听得亲切处处 Do you still live there? Oh yes Yes my husband's there now He couldn't take time off to come to New York with me 是啊 我还住那儿 我老公也在那儿 他不能请假 陪我一块来 这个意思 那甚至我们可以 说得更具体一些 那么从某个地方请假 I have to take time off from work to go to the dentist 我这不像我的牙疼 我这必须得怎么样呢 必须从班上请假 我去看牙医 从单位请假 take time off for work 从学校请假 take time off from school 注意前面不加冠词 from school就好了 从学校请假 更具体一些 take a day off 请一天的假 我说今天不能来 请一天的假 take the afternoon off 更具体了吧 我今天下午来不了了 请这一下午的假 这是take off这个搭配 所以这个take off搭配 特别灵活 不同场合注意翻译 咱们取语反三的 把它记住 好 再回到文章中 他从法国海岸起飞 coast 就是海岸 滨海地区来 这个意思 那么in his plane 刚刚讲过 如果不强调 这个具体是某一个交通工具时 只是通过这个手段 可以叫buy by plane 但如果强调是哪一个交通工具 后面有人称和数的变化 那一定得加借词 in 对吧 这不能说by his plane 不行 因为是by plane 如果加这个人称his plane 应该叫in in his plane 百分之中必须加in 他就强调是他的飞机 叫N24 就是N24 这个四号 这个飞机 结果呢 事不随人意 没有成功 he had traveled only seven miles across the channel when his engine failed and he was forced to land at sea 他说啊 他刚刚飞行了七英里 穿过这海峡 刚飞了七英里 他的马达呢 就坏了 并且被迫 他降落在了海上 这个travel 在这不是旅行 travel表示 走过了 或行驶过了 多长的距离 而且这个travel 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 他不强调方式 甭管你是走着 是跑着 是骑马 是坐飞机 还是坐船 都行 百分钟就飞过了 有语境吗 就飞过了 你看 he has to travel twenty miles to work every day 他每天 大概往返 要这个 走二十英里的这个路 去工作 去上班 这个travel是表示 要走过这么长的距离了 但未必是走路 甭管是走啊 是坐地铁 是开车 总之 这路程距离是二十英里 所以这个travel在这动词 不强调方式 百分钟 有语境 是飞过去 穿过海峡 刚飞了七英里 我们刚才这个wain说了 就是就出故障了 另外前面那个海峡 the channel 我们知道没有语境的话 也是英纪的海峡 因为学的是英语嘛 the channel 就是the english channel wain说过了 才七英里 wain发生什么 就嘛 马达就出故障了 就坏了 这个出故障 又是一个英语中 特别讨厌的表达 我们看到 如果用fail这个词 它是一个正式的书面语 表示零部件失灵 这个含义时 是个正式书面语 表示机器的某个部件坏了 但一般不用某个机器整个坏了 某个零部件坏了 像本文中 马达失灵 这个用的是对的 再看例子 the brakes failed and the car crashed into a tree 这个汽车的brake 就是刹车 刹车失灵了 并且这个汽车 撞到了一棵大树上 光荡撞进去了 你看这个fail 是零部件坏了 可以用它 如果表示整个汽车坏了呢 那我们用breakdown 这个固定搭配 不能翻着碎了 就是表示交通工具 或者大型的机器 冰箱 洗衣机 空调 抛锚了 或停止工作了 这用在交通工具 或者一些大型的机器上 而不是指某一个零部件 你看这英语中 词法细腻 看例子 the car broke down 汽车抛锚了 这个the bus broke down 就是这个公共汽车 或者train 或者这个火车 the washing machine 甚至这个洗衣机 停止工作了 都行 这个时候用breakdown 注意 指交通工具 或者像洗衣机 冰箱 这种大型的机器 这个停止工作 我车呢 就是抛锚了 这个都行 那么这也是出故障 还有一个呢 出故障 是没有什么特别含义 就是更加文习的一个词 这个甭管是机器 还是零部件 这个都可以 就出故障了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malfunction malfunction 就是出故障 mal这个字特别是不好的 这个function 是功能作用 发挥作用 不好的发挥作用了 就出故障了 这个没有什么场合限制 只是比较文言 the satellite entered orbit and quickly malfunctioned satellite 咱们以前见过 叫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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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卫星 这个卫星进入了轨道 然后很快就失灵了 就出故障了 就malfunction 出故障了 可以这么说 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场合的限制 只是书面语法 那么还有一些表达 比较口语化 就某个东西坏了 尤其表示一些 比较复杂的设备 具体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 总之出毛命了 叫something goes wrong with 某个东西出故障了 这个比较口语化 尤其强调这个东西 比较复杂 精密一气 我不知道哪坏了 总之 又在这边出毛命了 用它 我们看例子 something's gone wrong with my computer 我的电脑出故障了 我也不知道哪出毛命 反正有毛命了 电脑这个复杂的机器 出故障了 something's 就是something has了 用缩写了 已经出故障了 出故障用它也行 叫go wrong with 我们家某个复杂机器就好了 那么本文中说 它的马达 它的马达 这个发动机 就出故障了 可以用它 fail是零不见坏的 这个用的对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以前说的fail to do fail to do 是未能做成谋式 跟这个fail 单独出故障完全不一样 这个我们回顾一下 在第三十页的第十二行 三十页的第十二行 when the journalist again fail to reply 当这个记者 再一次 未能回信的时候 这个编辑 只好勉强 按照这个文章 原来写的样子 出版了 咱们第五个讲过 未能做模式 跟这个出故障 把它变析 不一样 搭配决定含义 就好了 并且怎么样 and he was forced to land on the sea 他被迫降落在了海上 这个be forced to do 也可以当常识记住 叫被迫不得不做模式 这个我们看例子吧 he was forced to retire early due to ill health 因为健康状况欠佳 他被迫提前退休了 这是他病人的主观意愿 他不想这么做 没办法 不得不提前退休了 be forced to do 就类似于大家可能 更喜欢说的 什么have to do 不得不做模式 跟他类似 就被迫做模式 本文中其实也可能是术语 他不得不紧急破架 and he had to make a forced landing make a forced landing forced landing 表示迫降 当作固定术语 可以来记 他跟动词make搭配 他不得不做了一次紧急迫降 这个也行 这也是固定术语 可以替换本文中的这个表达 那么我们进一步回顾一下 这个被迫做模式 在第一课中 咱们就讲过一个搭配 大家可能还记得 be obliged to do 或feel obliged to do 但是这个被迫做模式 一般强的由于道义 或者由于责任 觉得不得不做模式了 因为我们知道 obliged 它的名词就是责任 obligation 因为道义 因为责任 不得不做模式 本文中用的不合适 本文中降落 并不是道义和责任 我们看第一课中 就是十四页的第四行到第六行 十四页的第四到第六行 哎呀 这是老朋友了 还记得吧 然而随着证据开始慢慢积累起来 动物园的专家怎么样呢 expert from the zoo felt obliged to investigate 觉得必须得调查了 这是他们的责任呢 美洲是跑了 你得负责呀 因为我们很多人 这个声称看到过美洲人 做出的描述特别相似 咱们讲过对吧 所以专家们觉得没办法了 这是我们义务 必须得调查了 这也是被迫得去调查 但这个强的责任义务 你一动物园跑了 动物会伤人 你不管行吗 必须得去了 是这么一个意思 再回顾咱们以前说的 be或者feel compelled to do 也是表示被迫做模式 大家还记得吗 compile这个字根是pel 三个字母放在一块 表示推 push com是一起 这个push强调外界的压力 被迫做模式 由于外界有压力 不得不做模式 回顾这个句子 尼克森总统被迫辞职了 当时有丑闻 不得不辞职了 当总统多舒服啊 没办法了 有外界压力 那内心的动力呢 由于内心的动力 良知啊 正义感呢 这叫feel 或者beimpelled to do 多好记啊 peel是推 i am是在里面 里面有力量在推 内心的动力嘛 像这句话 i feel impelled to tell her the truth 我觉得必须得告诉她 这个事实真相 没有人逼迫我 我不说是本分 说是人情 但是女孩蒙在鼓里 我怎么忍心不说呢 内心的动力 用它 这也是一个被迫 但你看书面中用的场合 确实有了一定的区别 这个在使用时得注意 那么但是我们注意 那不得不做模式 还有一个necessary 必须做模式 但这个很容易写错 当然这个necessary先等一会儿 我们先看这个 be或者feel bound to do 这也是呢 觉得必须去做模式 这个bound这个搭配 到未来四侧中 咱们还会出现 还会碰到 但这个feel 或者是bebound to do呢 它更强的由于法律 由于协议 觉得必须做模式了 我们这个法律规定 或者我们两个人签协议了 这必须得这么做了 因为这个bebound 这个b-o-u-n-d 其实来自于动词 bind b-i-n-d bind是绑的意思 被绑住了 不得不做模式 因为你签署了 这个合同了 有了协议 或者法律 有条文约束住你了 所以bebound to do 叫因为法律 或协议等等 不得不做模式 我们看例子 All the countries are bound to submit to the regulations 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得服从这些规章制度 这些国家可能签署了某个条约 比如说不扩散军备 什么京都议定书等等等等 那么必须服从这个规章制度 这是由于法律或者协议的条约的条文的限制 觉得必须做模式 或者不得不做模式 这可以用它 但是我刚才说了 necessary可不能这么用 be或者非要necessary do 我们觉得必须做模式 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necessary主语 只能是一定注意 it is necessary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对某人来说做模式是必须的 他的主语一定是it 从来不能说 I am necessary to do it 这闹笑话了 一定说 it is necessary for me to do something 这个才对 这个容易错 那以后我们刚才 这一大堆觉得必须做模式 就会替换 大家在作文中最喜欢用的 must do I have to do 这两个没有什么场合限制的 比较土别奇的表达了 我们更高大上的表达出来之后 当然容易冲高分 但是注意 不要用错 不要用错 这个用错了就不好玩了 这个好好注意就行了 好 后面这个一句话说 The Antony floated on the water until Lathan was picked up by a ship Antony那号飞机飘流在水上 直到莱瑟姆被一艘轮船搭救了上来 这个float on the water 飘在水面上 这也是一个固定用法 float on the water 飘在水面上 float 飘浮 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习语 书后题出现了 咱们看一看就行了 叫ride the waves ride the waves 也是表示飘在水面上 字面意思好像骑着浪头 水波浪在起伏 骑在波浪上面 跟骑马一样 也是飘在水面上 尤其是大面积的湖啊 或者海啊 在水面上飘着 你一个杯子上 这个飘一苍蝇 这没法用waves 飘在水面上 本分钟海上 可以用它ride the waves 做固定搭配也行 那么直到怎么样 莱瑟摩 was picked up 被一艘轮船救了上来 这个pick up somebody 在中间一个双箭头 什么意思呢 就是前面的up呢 它是一个副词 这个somebody如果很长的话呢 可以放在pick up后面 如果somebody很短 就是一个代词呢 可以放到中间 因为这个副词位置灵活 放在并语前并语后都行 pick him up pick him up 一般就不说pick up him 因为him是代词太短了 名词长放到后面 它的本来含义呢 是表示用车 把某人接回来 尤其去车站或机场 把它接回来 一般是开车去接某人 这是它的最常见的意思 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是走遍美国中的一个片段 这是兄弟俩的一个对话 咱们大概先听一听 你看这个对话很有趣 这个弟弟先说 I'd really like to pick up grandpa at a railroad station 他说我真的特别想啊 就是我去火车站去接爷爷去 爷爷今天呢到火车站了 我想开车去接他去 pick up grandpa 这么来说 并不是把爷爷给捡起来了 就是去接他 哥哥呢说用不到去了 为什么呢 Rail railroad station or airport Grandpa always tells us he'll get here by himself 这个甭管是火车站 还是机场 爷爷总是会说呢 那跟我们说什么呢 他自己亲自去 这个自个儿到那去 根本用不着咱们去接 然后弟弟乐乐说 he's something 哎呀 我们爷爷真是个人物 something表示一个 了不起的这么一个人 如果无关节奥的人呢 很无关痛痒 一个普通人 he's nothing he's nothing 表示无关痛痒的一个 这个走卒嘛 这么一个人 但是一个了不起的 he's something 爷爷确实了不起 八十多岁 自己还是一个人去出门 了不起 我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这个Pickup是去接摸的 I'd really like to pick up Grandpa at the railroad station Railroad stations or airports Grandpa always tells us he'll get here by himself he's something 哎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发现的本文中呢 不是开车去接他 而是把被困的人搭救了上来 表示这个意思 我们在第七课 讲那个残超健美组 救那个裤子的时候 我们说Pickup可以表示 用飞机或轮船 把被困的人搭救了上来 本文中 第二车出现这搭配了 就是轮船把他救了上来 救了上来 而不是去接他 这个注意翻译 但是表示救某人呢 如果不枪到这个方式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好多好的词 比如save或者rescue 这两个词可以同时使用来替换 用哪个都行 而这两个词呢 它的避免既能是人 也能是东西 拯救某人或者抢救物资 都可以用它 这个我们复习 在38页的第三行 第七课中就出现了 38页第三行 When you rescue your child Did you find the node was white and white? 当你把裤子救起来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钞票 比白还白了呢 把裤子抢救出来 这是旧东西 可以用它 这是rescue加勒平 再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第58页 58页的15航末尾 第12课 58页的第15航末尾 12课咱们讲过 When a passing tanker 当一个过路的什么 呈石油的轮船 邮轮 当一个过路的邮轮 五天之后 把他们两个人救出来之后 两个人对他们不得不离开荒岛 觉得由衷的遗憾 general story 这个救呢 是把人救起来 这个也行 所以rescue 都会换成save 救人 救物资都可以 这是拯救大救 这个我们记住 还有一个我们说过的 只能表示救东西 救物资的 就是动词salvage 这是第七课知识复习 我们再来一遍 大声读一遍 salvage salvage 字母微出现 还是上牙处下存放v 这个动作 再来一遍 salvage 这个一定表示 救东西 我们做复习吧 比如看一下 这样一句话 he tried desperately to salvage belongings from the burning house desperately 叫拼命地 不顾一切的 他拼命地 不顾一切的 试图 从着火的房子里面 来救出他的财物 belongings 我们讲过 就动产 能够拿走的 私人财物 哎呀 我的电视机啊 哎呀 我的iPhone 6啊 哎呀 我的这个什么彩票啊 等等 把这东西要救出来 哎 可以什么 救东西 救物资 不能表示救人 那我们再看 第32课里边 150页的第一行 150页第一行 the salvage operation had been a complete failure 这个搭救 打捞行动 完全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这个salvage 在这是名词 但依然继承了 动词含义 叫拯救抢救 这是要救这个沉船 把沉船打捞起来 也是救东西 在这用的是对的 哎 这是救 salvage 动词名词 拼写发音一样 含义也类似 那么这是pick up主义啊 pick up表示 人作避语 常见的两个意思 第一个呢 是开车把某人接回来 第二个呢 在复习片 用这个飞机或轮船 把被困的人打救上来 那如果pick up 后面是something呢 那pick up something 同样的up是副词 可以放到避语前 可以放到避语后 避语长 他放到避语前 避语短 他放到避语后 都可以啊 这个pick up something 意思特别多 第一次可以表示 拿起来 什么拿起来 捡起来 拾起来 这个都行 the phone ran and I picked up 这个电话响了 并且我接听电话 pick up the phone 但是如果 避语是it呢 pick it up 拿起电话听到 喂 哪位啊 这个动作 pick up 那么如果是名词 叫pick up the phone 如果是带词的 pick it up 就好了 你看这个up的位置 这是灵活的 这是捡起来 拾起来 拿起来 这么一个动作 可以用它 那么第二个意思 也可以表示 买到便宜货 pick up something 是跟白捡的一样 买到便宜货 就跟我们种的 捡到一个便宜货 类似 你看比如158页的12行 到第13行 这个pick up意思好多 158页的12行 到第13行 He has often described to me how he picked up a masterpiece for a mere 50 pounds 他经常给我来描述 他如何用仅仅50英镑 这个价格 就买到了一件 大师的作品 这个masterpiece 叫大师的艺术杰作 pick up不是捡起来了 是买到幸运的 买到便宜货 这个意思 就跟白捡的一样 这个很好理解吗 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 看一个小习语 也是跟pick up相关 只不过它更复杂一些 叫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 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 从中段的地方继续 刚才把这东西放到这了 先歇会儿 现在起来 再把它捡起来 接着干 从中段的这个地方继续 这个习语用的特别多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 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 注意联读 pick up left off 联读在里面 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 从中段的地方继续 这个意思 看例子吧 after lunch shall we 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 吃完午饭之后 我们接着干吧 吃完午饭之后 我们休息会儿了吧 从中段的地方继续 好不好呢 叫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 这个大飞呢 也用的特别多 咱们甚至看一个美趣的片段 就是依然是老友记 Friends中有这么一个片段 咱们看是不是 当听力练习 能不能第一遍的进来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at I'm so happy you're going to be here oh me too because that way we can 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 I never stopped loving you 这很有趣 这是描述呢 Chandler呢 跟Monica当时刚买完房子 发现她那个以前的女朋友 Janice在旁边也要买房子 她非常讨厌这个前面女朋友 这讨厌总缠着她呢 跟Monica在闹矛盾不好 她想把她轰走 就想了一个这么一个主意 就说一个歪招 说我还继续爱着你呢 咱俩乱搞吧 这个Janice说 我不能办这事啊 她就走了 这么一个 这个Chandler说了 wait 这个人又要走 说等会儿 等会儿 I don't want you to know that I'm so happy you're going to be here 等会儿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你能在这儿 就住在我旁边当邻居 我是这么的开心 这Janice说 oh me too 说话很怪怪的 是啊 我也很高兴啊 这个Chandler说了 because that way 因为那样的话 we can 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 我们两个人怎么发现呢 可以再续前缘 咱们俩住在一块 你背着你老公 我背着我媳妇 咱们又可以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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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再续前缘了 偷偷的 我们在 这个这个 你当我的二奶的都好 但是这个Janice 啊 这啥一大跳 Janice说 I never stop loving you 就是开玩笑说了 就是假装 在说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你 注意 stop doing something 停止做模式 而不能用stop to do stop to do 是停下来去做别的事了 你看这个能用的对 我从来没有停止爱你 这顺利吓死我的 他为了把Janice 把他 让他快点离开 这么一个 这个我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看第二遍能不能完全听懂 好再来一遍 好到此为止呢 第一段结束了 就说08年一位勋爵提供了一笔奖金 一年多有人出来尝试 叫修布特莱瑟姆 但可惜第一次尝试呢 以失败告终 那究竟是谁最终拿到了这笔奖金呢 我们在第二段再接着来看 第一段跟老师 我们就修到这儿 就是这一笔奖金呢 那种小声方画都不错 小声方画都不错 但我先讲解说 感谢观看